被孙怡宁嘲讽的那位残疾老奶奶说 从未收到孙怡宁的道歉信息 还晒出了聊天记录 里面孙怡宁找到了老奶奶的家人 给2000块钱要求老奶奶那边给录屏证明 老奶奶的评论全都是孙怡宁粉丝 帮孙怡宁洗白 这是要收拾收拾黑历史 准备出道了呀 他们为什么 呀这么没有礼貌 在我直播间 罵我 在网络上罵我 在我滚出 滚出网络平台